这个非常重要 TM6的这些配件跟TM5有什么不同 那这一次呢 这个锅盖呢 也可以这样子都经过一些特别的设计 可以耐高温 是不能够TM5和TM6共用的 不行 大家如果不相信的话呢 我用我们的TM班主锅试给大家看 哈喽 大家好 欢迎你们收看 Uni's Dishes TV 我是Uni 今天要来跟大家一起开箱我的TM6 除了跟大家一起开箱 可以看得到整套TM6里面有什么东西之外 那我也会跟大家分享 第一次开启TM6 Cookie Door的时候需要注意的部分哦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这个一旦弄错的话呢 你就会损失你的6个月免费Cookie Door的会员费哦 想跟我一起一步一步开箱的话 记得留守我的影片 不要走开哦 好 这一个就是我的TM6 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盒子的最上面呢 就是TM6的增价组 那你会看到整个增价组 包括有高光吧 那这个是TM6才有的帮箱盖 是在做高温中煮的时候需要用到的 是在做高温中煮的时候需要用到的 5点半 还有TM6的两杯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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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增价组 再来就是你会看到TM6版本的试补书 再来就是子机的部分 里头还会有一本说明书 就这么多 那这个就是一整套TM6的配件和子机 那接下来呢就可以把保护膜给撕掉 那接着大家就可以开启电源 第一次开机会比较慢的 所以大家必须要耐心的带 在等待的当刻呢 我就先跟大家说一说 TM6的这些配件跟TM5有什么不同 蝴蝶棒跟针架组呢 其实都没有改变 跟TM5的是一样的 针架组分三个部分 包括针锅盖 针盘 针锅 跟TM5没有分别 它们都是3.3公升的容量 材质是符合国际安全食品认证的 可以分成的针组不同的食材 那蝴蝶棒呢跟TM5的是一样的 可以搅拌奶油 烹煮软的东西 而且在使用的时候是不可以超过速度4的 完全启动 你就可以开启你的锅盖 里面有一个网锅 那TM6的网锅呢跟TM5呢就很不同 它附加了一个盖子 那刀锅棒的部分呢 一样我们也是可以用它后面的这个勾勾呢 勾住网锅的 煮热的东西我们就很容易提起 不会烫爽自己 那这一次呢这个锅盖呢也可以这样子打开 那我们的手呢可以这样子顶着 就可以把里面的东西倒出来 是不是很贴心呢 这个就是TM6的主锅 一样它也是2.2公升 那它的刀建筑呢跟TM5是一样的 可以拆开来 像这样子 它是比TM5可以耐高温到160度的 所以它的这个主锅还有它的这个刀 和它这个盖呢都经过一些特别的设计可以耐高温 大家可以看得到它这一把刀下面呢 有一些青色的材质 这里 还有这个盖 和它的这个锅下面 都有一些青色的材质 所以它这个锅呢是不能够拿去TM5的机器上使用的 它这个煮锅旁边也有一个耐高温的标志 一个三角形的标志 所有的配件都可以TM5跟TM6共用 比如说这些刀刮棒啊 网刮啊 防剑盖啊 蒸锅煮 还有这个凉杯跟蝴蝶棒 全部都可以共用的 就只有这个锅和这个刀 还有这个盖 是不能够TM5和TM6共用的 不行 大家如果不相信的话呢 我用我的TM5煮锅试给大家看 那我现在呢 把这个TM5的煮锅放到TM6的机器 看它会有什么反应哦 它这里呢就会显示插入煮锅错误 请检查 请插入TM6的煮锅 如果你家里有TM5和TM6 就不能够把这个煮锅弄混淆哦 那第一次利用TM6登录 Cukido的那个账户 就会获得6个月的免费 会免费 Cukido是任第一次登录的 那个账号为准的哦 那如果第一次账号登录 不小心是用顾问的账号的话 那那个免费可能6个月 就会进入顾问的账号里头 所以要非常的小心 第一次登录一定要是TM6的主人 那个顾客本身自己的账号哦 那如果你的TM6做开箱的时候呢 是你的顾问版的开箱 那你就必须要确保它第一次登录的时候呢 是用顾客自己本身的Cukido账号 那如何注册Cukido呢 我已经在上一个影片有教大家 大家可以去看 主机开启后 我们就可以先设置语言 我选择了简体中文 然后下一步 选择国家地区 我选择马来西亚 接着搜索网络 它就在连接当中 下一步 你就可以登录您的Cukido 记得哦 第一次登录Cukido的账号 就会免费获得6个月的Cukido会员费 好了 Cukido登录成功 接着下一步 接着下一步就会有一系列的安全说明 大家记得阅读 你就可以更了解Termomix每上品 在安全使用上的正确方法 好了 开机链接成功 那如果你们有什么想要我用TMC烹煮的菜肴呢 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哦 今天的开箱影片就分享到这里 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朋友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并按下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子我有新的影片上传 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你也可以到我的Facebook Instagram追踪我 现在在观看我影片的朋友 我们下一期见 拜拜